男子坐在地上双手抱头 三名男子不断对他拳打脚踢 人都已经倒在地上了 还有持续出拳攻击 尖头爆发冲突场面 到底发生什么事 到手的竟然是继承车司机 只是因为被劝阻男子当奸惨遭围殴 听到他们有人 其中有人还见血见血 赶快走前面一台电车都不顺 司机犯案后搭上计程车就扬长而去 被害人这时已经全身伤探索在地 送医之后发现又也红肿瘀青 几乎快睁不开 额头贴着纱布脖子手臂 也有多处擦措伤 上水有好几个警察来 一直来一直来一直来 我每次要下班的时候 电车就排大队 事发地点在台北市中校东路上 一间KTV门前 6号早上6点多 雪姓男子和朋友欢唱结束 由于住得比较远 独自等车 但没想到门口排班小黄 打空打猛踩油门 双方爆发口角 演变成暴力事件 调阅监视器以查气 罗姓及理性犯贤道案 另一名犯贤 警方已掌握身份 全力查气中 两名嫌犯当案后说 被害人言论 觉得自己遭到侮辱 才会动手打人 一时冲动动手打人 上场就是被罚伴 新新闻要开启 章心电台报道 立刻下载 静新闻APP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 敬善敬美 敬好新闻